今天要教你們最基本的握拍喔 因為你們大家打球的時候 還是大家都習慣會這樣打球 那雖然這樣比較好打 可是呢 以後打久了就用不到手腕的力量 知道嗎 第一個握拍呢 跟著握一下 第一個是食指在上面 然後呢 大拇指也要下來 握的時候也不要握到太後面 變成是這樣 差不多 我的這個把柄這邊手 要這樣貼下來 然後食指在上面大拇指下來 然後呢 虎口 虎口稍微要對這個 這邊有一個小的這邊 零腳這個邊 然後食指跟大拇指要有一點點 一點點距離 那你們很多人呢 會握拍或握著這樣 大拇指會用力 所以我正拍握拍的時候 我的大拇指不會去用力壓著 我會放鬆的輕放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要這樣握拍 那一開始呢 握拍的時候呢 記得手腕還要立起來 有點要立完的感覺 所以然後食指要在上面 那這樣不好打球 一開始會不好打球 沒關係 那你們就是 握拍不要握整個握 有人說握拍呢 說不要握太鬆 握太鬆有些人會這樣握 盡量不要 盡量是這樣握著 那也不要整個抓死 然後或者是有些人抓太死 獅子會這樣在上面 也不要 就是輕握 有沒有 讓獅子這樣扣著 然後打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是放鬆的 打正拍的時候 才有辦法手腕要往回這個動作 然後 這樣去打他 你們如果握大拇指壓著 就無法做出這個動作 然後大拇指如果很用力壓著 很多人會大拇指壓著 就沒有辦法做出這個動作 那很多球都會限制住 所以記得一開始學 雨球的時候 正確的握拍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好看 你好想看 我也很想看 我打開 全部都是 寫的 在這 continent 都會好好想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